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留有为孙子兵法做的助解 为武助孙子 公元184年黄金起义爆发 曹操被败为齐都尉 大破黄金军 公元189年董卓把持朝政 曹操在陈流散尽家财 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董卓死后 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 队内消灭云术 吕布 刘表 马超等割据势力 对外 曹操降服男匈奴 乌环 鲜卑等 统一了中国北方 曹操统治期间 推出兴修水利 奖励农丧 重视手工业策略 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 长期操劳以及南征北战 让曹操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 公元220年 曹操在洛阳并逝 嗜好为武王 曹操称帝后 追尊他为武皇帝 妙号太祖 曹操还热爱创塑诗歌散文 其作品气魄雄伟 慷慨悲凉 代表作有 不出厦门行 短歌行 李世民曾评价曹操 匡政之功 一呼网带 大为赞赏他的雄才武略 辅证汉朝朝纲的功绩